700万客户信息泄露 散户交易平台Wobinhood遭遇黑客入侵 凤凰网科技讯11月9日消息 散户交易平台Wobinhood之周一表示 在上周的一次数据泄露事件中 数百万客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Wobinhood真称 根据他们的了解 未经授权方获得了一份 大约500万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列表 以及另外不同的一组 大约200万人的全名 另外 黑客还获取了310名客户的额外个人信息 包括姓名 生日以及邮政编码 并获得了其中10人的更广泛账号细节 Wobinhood表示 没有财务信息泄露 他们正与安全公司Mandian合作 并落置了泄露规模